有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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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家 Hallelujah 好 这个电视机没有了 我就要这样了 我就要 时不时要走过来看一下 你是没事 bastic来的 Hallelujah Check check 那个monitor可以 小一点啊 有feedback 好 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 我们那个青少年的筹款呢 有什么呢 有榴莲 对不对 可是你们修到有榴莲味吗 诶 我修不到了 因为榴莲味很重的嘛 如果我都修到的话 我再做test一下 有榴莲味 ok 在后面 那个榴莲呢 因为是拆掉了抛妆 所以 没有很多而已 所以等一下你们要去 抢着去看有没有 还有那个feedback 然后呢 后面还有准备那个 罗汉果 为什么 知道你们吃榴莲会热气吗 对不对 然后 这样买一点 那个罗汉果 降温一下 降那个火一下 然后还有 当然那这个榴莲是 就是 他 sponsor我们哦 他祝福我们 让我们去筹款 还有后面还有Currypuff 也是Linda Watty姐妹做给我们 祝福我们 还有那个jam啊 苹果 苹果jam 都是 亲自做 用 homemade的 没有防腐剂的 也要感谢Alex Chen 太太 祝福我们 所以感谢主 我们青少年真的是 很蒙福 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 ok 昨天在把生我们卖的时候哦 有卖什么 有桂林糕 有茶叶蛋 有Currypuff ok 还有一些brownies 感谢主 全部卖完了 我们给上了一个掌声好不好 除了那个发辣 还有一些小东西没有卖完哦 ok 所以这一次我们青少年的Camp哦 比较多外来的 外面的青少年 有一些是朋友带来的 ok 所以这一次 有可能哦 外面的facing图 或者是外面的青少年哦 会比我们的青少年多 感谢主好不好 终于不是自己的教会多过 有一些是他们带朋友来的 Amen 哈利路亚 我要想办法看一下 等一下我要怎么样看那个screen 这样可以啦 允许我走来走去 允许我走来走去 可能可能辛苦一点点啊 哈利路亚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 这个主题 ok 叫做什么 叫做敬畏耶和华的福分 ok 敬畏耶和华 到底一个人 敬畏耶和华 会有什么样的福分 你想不想知道 这个的经文来自哪里 来自诗篇 我很喜欢分享 诗篇里面的经文哦 为什么呢 因为诗篇里面的经文呢 很多诗 很多我们现在听的诗歌哦 大多数的内容都是来自里面 大多数的哈 还有很多 诗篇里面告诉你 怎么样做怎么样做 就有福分 如果你照着这样做 你就会有福分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没有跟着这样做 就没有福分 有时候 他的经文会比较容易明白 也真的是很鼓励很安慰我的 ok 你们知道诗篇的书在哪里吗 当然是在圣经里面 ok 如果你不知道哦 那个诗篇在哪里 对不对 如果现在没有人用那个 还有 谁有圣经啊 就是可以用的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现在全部用电话 对不对 ok 如果 不过鼓励大家 偶尔也是要用一下那个 实体的圣经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 突然间 whatsapp又来 对不对 有时候读着圣经一下 突然间那facebook 弹出来 提醒你今天谁生日哦 不然就弹出来 提醒你一下啊 你三年前发生这个事 有时候读圣经 提醒我十年前 你看你十年前这样瘦了 ok 所以有时候电话很distract ok 那个诗篇那个书 以前我是怎么样找诗篇的书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把那个书哦 放在中间 然后你给它自己打开哦 它一定会在诗篇里面哦 就 诗篇哦 ok 所以那个诗篇的书在中间 Amen Hallelujah 所以我们一起 今天早晨 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祝福 求神来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耳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Hallelujah 亲爱的耶稣 主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主啊 求你祝福在座的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 都可以 今天来到这里 早晨都能够领受你的话语 主啊 求主你的灵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主啊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耳 主啊 让我们听见 主啊 告诉我们的话语 主啊 让我们今天 有领受 满满的领受回到去 主啊 求主你也恩告我的嘴 主啊 让我的 每一句话 主啊 都是来自于你 求主你我同在 恩告我 奉主耶稣的名字 祷告 Amen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的经文好不好 诗篇128章 一节到六节 我说到少 我们一起读啊 一二三 凡敬畏耶和华 尊心大道的 念慰慰水 要是 要是 得来的 要是 事情的生命 你心里 你心里在 这一世 好像 作与我们的 等候衆 而你 与我们的 好像 赶紧 在 那 敬畏耶和华 必要 这样 那 大家一起说 Amen 所以这个经文 其实是一个很有祝福的一个经文来的 因为他直接告诉你 只要你是敬畏神的人 你就会有这样子的福分 OK 所以呢 从第一节经文 上帝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看下一节 从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 只要你的心 只要你这个人 懂得如何的来敬畏我 懂得如何来敬畏神呢 他一起就已经告诉你 你有这个Ticket 你已经是有福了 Amen 你们相信吗 Amen 跟你Apartment说 你是有福的 Amen 所以呢 如何的敬畏神 什么是敬畏神 当你敬畏人的时候 当你有敬畏的心的时候呢 你会听他说的话 你会非常的 听他的所说的 OK 他所做的 你会去跟从 他所教导的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觉得 对你很有意思 OK 当他所要求你做的 就好像 我们的父母这样 对不对 我们很敬畏我的父母 对吗 OK 所以呢 上帝要我们 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 OK 要我们去 遵行他的道 去走 他要我们走的路 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 是要约束我们 不能做这样 不能做这样 一定要做那样 一定要做那样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做 有时候 很多基督徒 会觉得自己 信耶稣信光 为什么这样辛苦 好像很多罗这样的 为什么又不能 又不能同居啦 又不能抽烟啦 又不能喝酒啦 又不能婚前性行为啦 又不能吃青啦 什么什么什么 OK 觉得 哎 为什么这样约束的 OK 可是圣经里面喔 他虽然没有告诉我们 很specific的 你不能做什么做什么 可是呢 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说 凡事都能做 可是 你做的那样事情 是不是都有益处 OK 我们所做的那一件事 会带给人 祝福呢 还是会有什么好处 会影响别人什么嘛 OK 所以呢 上帝他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遵行他的道 行他的路喔 他第一样事情就告诉我们 你已经是有福了 上帝已经认定你这个人 他要给你有福 他要给你祝福 Amen 所以呢 这个敬畏里面呢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危惧 惧怕还有恐惧 惧怕什么 恐惧什么 因为你知道 你敬畏他 当 当你敬畏神喔 你会惧怕 你会恐惧 为什么 你会惧怕 你知道 当有一天 你离开上帝 或者是上帝 你觉得上帝没有与你同在的时候 你会恐惧 我的神到底在哪里 我feel不到神的同在 你会惧怕什么 你会惧怕 你离开神 如果你离开了神 你的人生就失去了方向 你会没有目标 你不懂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OK 所以你敬畏他 你就变成非常的去依赖他 Amen OK 所以呢 敬畏神呢 也是指与神有正确的关系 OK 有正确的关系了之后呢 你对神有很正确的认识 你敬畏他呢 你就知道 上帝是怎么样看东西 上帝是怎么样做东西 有时候我们人很 很limited的 很有限的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我们就会质疑 哎呀神啊为什么这样 神啊为什么那样 因为我们习惯用我们的肉眼 用我们人的那 将小力的头脑想东西 在我们人看来哦 当神要做的那件事 上帝会成就 就是会成就的 可是我们人 反而就是 所以圣经保罗就说 要凭心心 不是凭眼见 Amen OK 所以你敬畏上帝 你敬畏上帝呢 你就跟上帝有link 就有connection 你就会认识上帝 上帝是怎么样做东西的 OK 上帝为什么要我来教会 上帝为什么要我去小主 上帝为什么要我服侍他 上帝为什么要我去传福音 上帝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这样做这样做 OK 当你知道了 你敬畏到他 你觉得哇好兴奋 你已经知道你在神的眼里 是怎么样的价值 你就会很喜乐的去服侍他 你愿意很为上帝的去牺牲 你就不会为了那 该随感的事情 你会计较做么这样的 做么这样的 做么这样的 OK 你不会为了一点点那种累 OK 那种很疲劳 你就会觉得 今天不想服侍神 今天不想去教会 Amen OK 所以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你听他的话语 OK 你明白神了过后呢 你就知道 上帝要在你的生命里面 要成就些什么 因此呢你也知道 当你认识上帝越深 你就知道 你就越来越了解自己 Amen 所以真的 当你越来越跟上帝 有连接 更亲密 你知道上帝 的属性 你越来越了解 上帝呢 你就越来越了解自己 Amen 你就会对自己的了解 定位更清楚 你知道 你就会开始知道 上帝给你的恩赐是什么 上帝给你的方向是什么 你就开始明白 上帝创造你在这个世界上 是要做什么 OK 你就不会有那种心态 去做比较 你强一点 我强一点 你这个厉害一点 我那个厉害一点 Amen 因为神创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你就不会在这个世上呢 否定自己的价值 你觉得 我要穿很多名牌 我要穿 我要做工作很多钱 人家才会尊重我 人家才会尊重我 我要驾大车 City Benz 大小眼 全部人都要让路 觉得 一定要是这样子 才有地位 才有权柄 可是你认识神了过后呢 你知道上帝 创造你的目的 OK 你知道上帝在乎的 不是外表的东西 上帝要让你看清楚 你自己了解自己 Amen 他要知道你 他要你知道你的价值 他要你知道 你需要改变的地方 他要你知道 你的软弱是什么 你需要做出改变 你的强项是什么 你要更加进步 他要使用你的强项 作为一种器皿去传福音 Amen Amen 所以呢 因此我们敬畏神呢 就行他所喜悦的事 因遵守他的律法 Amen 就蒙神亲自爱护和保守 成为大有福气的安慰的人 大家一起说Amen OK 所以呢 你们觉得 遵行神的道容易吗 不容易对不对 单单一个罢了都不容易了 七十七次的原谅人 我都忘记了 七十 反正就是无限量原谅 你觉得这个容易了 单单这个都不容易了 对不对 OK 所以 耶稣才会说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OK 无可否认跟随主的道路 你要遵行他喔 其实很难做到 可是上帝就是因为看到我们 上帝不是看我们能够做到多少 上帝看你有没有 看我们有没有追求的心啊 每一天有没有 试着我们可以进步 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目标 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有一天 不是 我们每一天努力是为什么 每一天我们在想 如何能够依靠神 能够越来越像耶稣 Amen 跟你的朋友说 你要越来越像耶稣 所以 谁是我们最终的榜样啊 不是哪一个名人 不是哪一个谁 哪一个谁 哪一个谁 是上帝告诉我们 你有一个人你要效法 永远你都要效法 那个人就是耶稣 Amen Amen 好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心态 敬畏他 OK 了解神 了解自己 OK 上帝就告诉你了 好 我喜欢这样的人 你是有福的人 Amen 跟你朋友们说 你是有福的人啊 OK 第二 第二是什么 第二上帝跟你讲 有了对不对 有了你就要 要享受那个福分啊 Amen 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有勤募明香 对 OK 上帝要你 要福 但还都要得香 Amen OK 所以呢 上帝就告诉我们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 你要享受福分 享福 对 OK 事情就顺利 大家一起说 Amen OK 所以呢 第二节就告诉我们 当一个敬畏神的人啊 上帝给他的福分是什么 你所做的工作 你很用心做的东西 你现在很努力的在工作 上帝说 如果你是带着一个敬畏我的心 每一天的过 你是有这样子的心啊 我要让你 赐来 赐劳碌得来的 就是你所谓的工作呢 你要有回报 上帝要在这个方面祝福你 上帝要你享受 你在你做工的那里 那么努力的 你要必须要有回报 你必须能够 能够享受这个福分 然后他说什么呢 最后 他说呢 你的工作 你的事情都要顺利 OK 跟你旁边说 你的工作要顺利 Amen OK 所以呢 第二节就已经告诉你了 如果最近你发觉 哎呀我的工作好像 没有什么顺利这样 啊 好像很多主 男主啊 好像 我想做很专心 做的工作上 事业上 都好像没有什么进展 啊没有什么 就好像有东西在block自我这样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祷告一下 我们就要问自己 是不是我 最近好像缺乏了一个 敬畏神的心在我们里头 我们就要审查我自己了 OK 可能我们要好好去祷告一下 是不是我忽略了 我忽略了神的声音 OK Amen 所以呢 感谢主 我知道 大福信这里的人 很多人都是被 他的工作 都是被上帝祝福的 Amen Amen OK 前几天我就听 Vendy姐妹说 最近她的工作 被上帝大大的祝福 详细的我就不讲了 反正我听了 我就 哇 我就说真的是很感谢主 OK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也不用 没有 我能够明白 因为呢 我在 他在这个教会里面 不断地服侍 他也告诉我 他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服侍 他带着不埋怨 我看见他 一家人 都是在 教会中心 的服侍上帝 OK 所以呢 上帝就大大的祝福他们 一家人 Amen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 好不好 所以有时候听着故事啊 听到会很有鼓励啊 就是我们努力的为上帝付出 我们忠心的服侍上帝 我们敬畏他 我们不埋怨 OK 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谁 不是人 是上帝 Amen OK 所以呢第二节他就说 一个敬畏神的人啊 他的工作会顺利 他一切辛苦 劳碌得来的都要蒙主的保守 然后呢 他说 必须是你自己可以享受 你劳碌得来的 所以是降福 OK 你不会 上帝 上帝让你有这个福哦 就会让你有的享受 对不对 不过有了 如果有了又没有的降福 不是很塞 对不对 OK 所以呢在这一节呢 我们看下一个slide哦 可是在上一节 上一篇哦 又不是这样子说的哦 你看啊 就是一百二十七章 他就说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事恍然 OK 就是什么 就是白白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 OK白白的 没有意义的 你每天这样子做工 你每天这样子这么劳碌 每一天这么劳碌 OK 你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事恍然 就是没有意义 OK 他最后就说了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Amen 所以呢上一篇一百二十七章 他就跟你说 你很努力做工 你很劳碌得来的 你吃劳碌得来的饭 是恍然没有意义 可是呢 在这一篇哦 一百二十八章 他就告诉我们哦 你劳碌得来的 你必定要降福 Amen 不同的哦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一个呢 在这一篇里面 他就告诉你 如果你的每一天 你的生活里面啊 有敬畏神的心 有尊荣神的心 你是听道行道的人哦 上帝就要specially bless 这一种的人 OK 你看到最后他说 要安然睡觉哦 这种人是要 当耶和华爱他的时候 蒙恩的时候呢 他可以安然睡觉 什么时候你才可以睡觉 很累 除了很累的时候 OK 你在家里面睡觉 你知道你有安全感吗 对不对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睡 对不对 你才可以 因为你知道半夜没有人吵你 你知道 你可以很安然的睡觉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睡觉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用烦明天的事 我们不用烦未来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 我们知道 我们一切 上帝都在掌管 Amen 跟你旁边说 你的一切上帝都在掌管 OK 所以呢 确实是这样哦 在圣经中呢 神不断的应许 凡敬畏神 遵行神旨意的人呢 他所做的事情 就会顺利 他必从主那里 得到他老口的国效 所以呢 带着一个敬畏的心 你过每一天的生活 无论是你在外面做工也好 你是老板也好 上帝说 只要你敬畏我 我要让你得来 你辛苦得来做工的 Amen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看第三个了 第三个福 好我们看 第三个福呢 这个就是最特别了 一个敬畏神的人呢 上帝说 他的家庭不一样 跟你朋友们说 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的家庭不一样 怎么样说呢 你看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是上帝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 上帝要很大的祝福你的家人 Amen 要很大祝福祝福你的家庭 他说什么 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呢 你跟你的妻子 会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OK 什么是内室你知道吗 内室就是 很deep的一个关系里面 很深入的一个关系里面 很亲密的一个关系里面 OK 所以上帝是这样子祝福 一对夫妻的 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在你头 所以你看 有时候外面世界教导的东西啊 跟人的 跟世界教导的东西 跟圣经教导的东西 不一样了 也没有听过这句话 两公婆需要自己的 什么 私人空间 对不对 结婚结到这样啊 为什么要有私人的空间 你要他可以做他的 我可以做我的 当他很什么的时候 他可以一个人什么 可是哦 这里的 这里的经文说什么 你知道吗 他将会得到 一个很娴熟的妻子 OK 这个妻子呢 他很享受 与他丈夫 同在 每一分每一秒 他不会觉得 又是跟我老公在一起 又是跟我的先生在一起 觉得很烦啊 很闷啊 不会 因为上帝要亲自祝福 这一段婚姻的关系 这一段亲密的关系 OK 每 每一对的 这两一对 夫妻里面 都会很享受 每时每刻 他们享受在一起啊 阿们吗 他不会觉得我需要有私人空间 我老公需要有私人空间 啊 不会 上帝说 他很享受 你们在彼此的内室里面 你们会有很多聊天 你们会有 上帝反正就是要祝福你们这一段的关系 让他能够更加亲密 然后说什么呢 OK 好像多结果指的葡萄树 是指什么呢 俄女众多 在那个时候 以色列那个时候啊 如果 一个家庭 一对夫妻 如果他有很多 很多 俄女啊 他是很多俄女啊 OK 他们 这个是一个象征 上帝祝福他们啊 因为他们有很多孩子 OK 他们相信这个是一个 蒙神祝福的一个象征 也是的确啊 OK 这是当时在蒙恩的证明 然后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你的家庭里面有一个 很爱你的妻子 很爱你的丈夫 OK 然后你的家里面有很多孩子 哇 围绕在一起有说有笑 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对吗 这个是 现在这个时代很想要的 可是又很难做到的 离婚的离婚 最近 那个离婚率又再高 OK 然后又有很多叛逆的青少年 叛逆的孩子 OK 很多人想要追求这种祥和 这种很温馨的 可是却没有 感谢主 我今年 在新年的时候 我回甘邦 去我的外婆 外婆那里 OK 男的很久 很久没有过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这个 的moment OK 就是呢 我的外婆终于啊 她说终于啊 可以叫她的女儿啊 她的儿子啊 她的孙啊 也就是我啦 然后还有其他的孙啊 可以一起的吃饭 哇 我看见那个的场面 其实我也很久没有享受过这种的 这种的 这种的 这种的氛围 OK 我是喜欢人很多啊 然后是我的家人这样子吃饭 我是很享受 我的外婆也是很享受 所以我看见她 吃饭的时候 哇 不断的讲话不断的开心 讲话又喷饭呀 然后呢 然后呢 她很喜欢 我的外婆很喜欢 扎人啊 就是 只不喜欢 她就会 就是 一定要讲你一下的 OK 那时候我回去医保 那时候还没有信念 只有我跟我的外婆 她时不时会这样子 她叫我阿俊 阿俊 阿俊好心理啊 感慨肥啊 真是 你现在坐到 肥子吗 肥子啊 肥子啊 她喜欢讲我 哎哟 你这么肥 要不要你 才喜欢你 她会这样 一个人的时候 她会比较沉一点 她会比较 就是很认真地讲 可是 当一群亲戚 一群家人在你吃饭的时候 她也是讲这个题 不过她会讲得很开心 她会这样 阿俊好上来干肥了 哈哈 她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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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中一类啊 OK 为什么 因为人多啊 人多的时候 我比较开心一点 她就觉得 因为 当然啦 我很愿意成为我 那个家里面的开心 我认你们讲 对不对 我也很开心的嘛 然后我就跟她说 你等一句啊 明年我当个女朋友 要放你给你 哎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不是重点 要注意一点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呢 这种的氛围 你看我这样讲而已 就已经很开心了 对不对 你们feel到那种啊 我相信大家也是喜欢 跟家里面的人吃饭 对不对 一家人 然后有说有笑 对不对 可是现在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大家在家里面吃饭 看手机吃饭 一个在房间 一个在楼下 一个在厨房 一个在客厅 已经没有那种 那种很祥和 的那种氛围在里头了 不然就是 孩子不回家 老公约回来 就很多这种问题 Amen 所以呢 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 都享受这样子的氛围 OK 然后 他说你儿女 围绕你的桌子 他们是未来的盼望 看着他们 你心里就感到快乐 谁不喜欢 身为父母的 谁不喜欢你的儿女 围绕在你的桌子 OK 现在 已经很少有这种画面 就是你的儿女 会回来跟你吃饭 会回来家里面 会陪你聊天 没有了 已经很少 OK 越来越严重 可是呢 上帝却说呢 如果你敬畏神 你敬畏神 你尊心神的道 祂是要这样子祝福你 祂要bring back 那一种上帝应许的 那一种的蒙福 那一种的祝福 带给你的家庭里面 OK 所以呢 能够围绕在你 坐子的儿女 他肯定很爱你的 Amen 不然他都不回来 他肯定很享受 跟你在一起 跟我父母在一起 是最开心的 不是我的朋友 不是我的谁谁谁 是跟我的父母在一起的时候 Amen吗 OK 然后呢 橄榄树 什么是这个 橄榄栽子 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OK 我们看那个树 那个树 那个照片 橄榄树其实它很长命的 OK 老橄榄树常常会生新的嫩枝 在其上可以结果枝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这个橄榄树 它虽然很老 可是它会不断的出新的branch 那个枝子 嫩的就是新的 旧的它就断掉 然后就出新的 OK 这样子形容是什么意思 上帝说呢 他要你看见你的子子孙孙蒙福 上帝给你这个人祝福 他要你祥福 OK 他不只是要你祥福里面 他说一个人蒙福就算年纪大了 也可以继续生养儿女 甚至可以包括了第六节 他说到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得享长寿子孙满堂 大家一起说Amen 这种祝福你们要不要 要不要 要对不对 上帝不只是要把这个祝福给你一个人 他要你偿命 为什么 偿命来这么 很多人讲 这么多人也烦 可是这种偿命不一样 你知道吗 上帝要给你长寿 是为了要看见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 是如何被上帝祝福 极开心对不对 上帝要你有长寿的原因 是因为你要看见你儿女的儿女的儿女 得到上帝的蒙恩 Amen 所以就会出现那个127章 当神爱这个人的时候就要黯然睡觉 什么意思你知道 也就是说 当你年纪老了 OK 上帝要接你上天家了 终于可以安然睡觉了 你不用烦了 因为为什么 你的家人里面 你的孩子 你的子孙 都是上帝保守爱的那一群人 你已经没有烦恼了 你已经可以放下 你的肉体 你可以准备上天堂了 上帝要接你回家了 OK 有一次很有钱的人 他要烦了 哎呀 没有安全感 我这个钱要怎么分配 因为有钱人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种很多有钱人 没有烦 哇我有这样多孩子 我要分多一个家产啊 这个这样子分 这样子分很烦 走也走不安详 可是在主里面呢 我们就不一样了 OK 上帝要你走的安详 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像 追尸礼拜的道 不是啊 不是追尸礼拜的道 OK 是给你知道 OK 上帝 到你的生命呢 走到终点的时候 走到终点的时候 你已经会走得很安详 因为你知道呢 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 OK 你已经没有东西烦 上帝就说 好了孩子 你可以睡觉了 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睡觉了 等下到天堂的时候 我叫你 Amen Hallelujah OK 所以呢 敬畏神的人 上帝是很祝福他的妻子 很祝福他的孩子 一家人的关系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slide OK 最后呢 第四个福呢 就是赐福与传承 OK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啊 Amen 跟你的旁边说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如果你的妻子 或者是先生在旁边 你在眼睛对着他 讲了一句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OK 不要改那个字 看到吗 敬畏耶和华的人 是这样蒙福的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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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要赶快敬畏 不是这样啊 那个ton也要对 那个ton 看啊 看到吗 看到吗 OK 要很得气的讲 Amen Hallelujah 所以呢 第四节 他就开始 每一个人 每一个神的孩子 看到吗 看到吗 这个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上帝要这样子 祝福 他要这样子被蒙福 OK 所以呢 他就说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都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所以呢 写这个诗的人呢 他多么希望啊 不只是他一家人 可以敬畏耶和华 他多希望以色列 耶路撒冷 每一群 每一个 每一户的家人 都可以那么的敬畏耶和华 如果当时是这样喔 哇 你想一下以色列当时的国家 是多么的强盛 是多么的蒙 上帝的祝福 哪一个国家可以侵入他们 哪一个国家可以战略他们 没有 OK 所以呢 自己也可以从自己告诉我们 一个敬畏神的人喔 不但他个人蒙福 他的家庭也蒙福啊 神的国度因他也蒙福啊 Amen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家庭蒙福喔 神的国度因你也蒙福啊 所以你极重要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一定要蒙福 因为神的国度也要因此被蒙福喔 然后呢 我们必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如果 就是我们 将会看见教会蒙福 当教会 信望时 我们也跟着蒙福 Amen 想一下如果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家庭 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你想一下自己所有的人 都是那么的被上帝祝福啊 你想一下这个教会多么有影响力 Amen 随便随便选一个出来 哇 都是上帝很蒙福的 Amen 所以真的很感谢主 我看见 在这里最特别 就是 很多的父母 都会在这里 忠心地服侍神 他的孩子 就是说很多的青少年 很多的儿童 他们也会留在教会里面 服侍神 Amen 所以最大祝福是什么 上帝希望我们 一家人啊 都可以到教会里面来服侍他 都可以在教会里面 学习神的道 信他的道 Amen 因为 如果 身为父母 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我们不能期望 孩子 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Amen 他要有一个example 他要有看到那个模板 敬畏神怎么样做的 我不会 只好看父母 对不对 OK 所以我在这里 我又想到Wiley Wiley一直看着我 OK 虽然Wiley校长他 没有孩子 可是我总觉得 主流学里面 所有的人 都是他的孩子 因为为什么 无时无刻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会讲 怎么样让这些孩子 更加认识神 怎么样让这些孩子 能够成长 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 能够做什么做什么 他无时无刻都在plan 有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讲这些 然后他就会想这些 怎么样帮助青少年 去牧养这些主流学的儿童这些 所以他是很有plan 因为 如果不是有一刻 爱他们的心 真的是不会做到这样 Amen 我们给校长掌声 好不好 虽然 他没有孩子 可是 他却有很重的妈妈的味道 没有 他有那种母爱 OK 有时候 对 有时候我会找他聊天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 他好像 又好像我的妈妈 属灵妈妈 跟他在一起 感觉跟他聊天 真的是很舒服 OK 跟他在一起 得到很多安慰 最重要是 他在这里 真的是 能够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的孩子 帮助我们的青少年 Amen OK 所以我们 不但只是要把这个祝福 留在我们自己的这一代里面 我们还要想 怎么样把这个祝福 留去下一代 也就是里面 主的学里面的孩子 Amen 我多么希望 想一下那个画面 哇有一天 二十年后 主的学里面的那个 最小子 最坏蛋的那个 有一天站在这里讲道 想到都兴奋了 Amen 然后里面那些还在喝奶 三十年过后在这里打鼓 然后他们是一个团队 带领教会这样子 想到都兴奋对不对 你想不想你的孩子 能够参与在神的事工里面 想吗 Amen OK 最大的祝福就是这样了 侍奉耶和华 上帝必大的祝福 祝福你们 Amen OK 所以呢 最后六节他说 我们若按神的真理 教导儿女啊 我们所蒙的祝福 就不会只是先于这一代 而会是一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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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 这样的福分大家羡慕吗 OK 那个福分不只是停留给这一代罢了 不只是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60 7080 对不对 他不会断了 OK 所以上帝才会 他会在里面说祝福 那一个敬畏他的人 他要给他长寿 为什么 他要看见 他要上帝他的亲眼看见 看我让你的命很长 你看我要怎么样祝福你的子孙 OK 哇 讲到子孙我又想到 Pastor Winnie 前几年喔 OK Pastor Winnie的婆婆 夸张吗 Pastor Winnie的婆婆 Pastor Winnie喔 已经是传道 已经是 Pastor Winnie传道 已经是婆婆了 你知道吗 他有一天他跟我说 走 我带你去吃东西 去我婆婆的家 吃东西 我想 Wait a minute 你有婆婆的啊 我说你有婆婆的啊 怎么样做到的 然后 我就 在车里面我就想 哇 因为很罕见你知道吗 一个婆婆 还有婆婆的喔 然后我在想 Pastor Winnie的孙 要叫Pastor Winnie的妈妈什么 都已经很难了对不对 都已经想 要叫什么啊 现在又跑出一个婆婆来 哇 一二三四五六 六代啊 应该是 哇这样这个孙 见到这个最大的 要叫什么 OK 我相信如果这个不是上帝的祝福 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你知道吗 所以上帝真的是很祝福他们那一家人 因为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大开眼界啊 第一次能够认识到一个婆婆的婆婆 是多么的荣幸你知道吗 哇 真的是上帝非常祝福他的他的家人 Amen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景句 这个景句 一定要背 因为他太容易记得 也太容易提醒你 OK 我们一起来练这个景文好不好 一二三 凡敬会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便唯有福 我们再来一次 一二三 凡敬会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 便唯有福 Amen 有时候你要祝福哦 你要从上帝得到祝福哦 没有很多程序的 你不用做很多东西 你不用想办法 上帝会怎么祝福我 怎么祝福我 其实只有一样式而已 你只要有一个敬畏他的心 你是遵行他道的人 那个祝福就自然而然就来了 你每一刻都有那一种 今天我可以用下帝做一些什么 我怎么样可以改变我那些的软弱 我怎么样可以越来越像耶稣 我怎么样可以拿掉我那些自己的软弱 我的不好的是什么 求主帮助我 我要怎么样 听了这一场道我要遵心 我学习了神的话语 我怎么样可以去 apply在我的生命里面 只要你有这种新的人啊 祝福就自然而然 Amen 不用想太多 你不用做太多 你不用想办法要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为什么很喜欢诗篇 因为这样子 他street to the point 就是告诉你 遵行他道的人 就有福啦 你敬畏他你就有福 OK 还有一张经文叫做 敬畏耶和华的人啊 是智慧的开端 如果你觉得 我最近好像没有什么智慧这样 对不对 尝试一下 今天开始 我要学习去敬畏神 Amen 我们请敬畏他上来好不好 我们给我们敬畏团掌声好不好 他又要敬拜完了 等一下又要去卖东西